Hello大家好,ChuChun到 大家都知道 相信香港的朋友、內地的朋友都知道 澳門的噴水池就是二市停前地行人尊用區 是不准車行入的 不過今天有架車突然間在噴水池駛出來 真是嚇到人家心都來一來 澳門真的什麼都有 竟然在噴水池駕駛的車出來 什麼人來的? 澳門車來的,我先黏一下 嘩,高手啊 好,我們再看一支影片 有網友說是否高得地圖教價 不是那一陣子都可以考到回來 是否要停牌呢? 這架是澳門車牌的車 今天治安景就說 在網絡社交平台流傳一輛輕盈車 在新馬路以停前地行人區駕駛的片段 由於他的行為違反道路交通法 治安景交通廳立刻派員處理 並已經聯絡上述車輛司機 他承認作出上述違法行為 治安景就是國中依法跟進處理 不知道會罰多少錢? 治安景呼籲所有駕駛人士都應該自覺遵守 道路交通規則和法規 以確保自身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有網友說是否駕照互應 應該就不是的 看他的樣子 事實上有時駕駛都看到盲毛是這樣的 那裡擺明不准下來 有了標誌 大家都很清楚 是澳門人都知道的 但都這樣駛下來 真的有些奇怪怪 好 這一集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視頻 未接同以為 多謝你們支持